HELLO 今天要教大家是单向判断式 IF就是单向判断式 是IF指令中最简单的形态 那语法就是画面上现在这样 条件式也可以加上括号 就会变成这样 那当条件式为Tru的时候 就会执行程式区块的叙述 当条件式为False 就会跳过程式区块 去执行下面没有缩排的程式 条件式也可以是关系运算式 像是X大于2 那也可以是逻辑运算式 像是X大于2 and X小于5 那么如果程式区块只有一行程式码 像是这样 可以将两列合并成一列 就变成这样 那么单向判断式 流程控制的流程图是长这样的 前列程式 接下来遇到条件式 那如果条件成立的话 就会执行程式区块 那么如果条件不成立 就会跳过 直接执行后一列的程式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哦 拜拜 拜拜